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放弃 篮网拿下G1的胜利还是在哈登伤退的情况下 格里芬成为最大骑兵 这场比赛原本是最强毛雨顿的对决家 三巨头VS三巨头的对决 篮网有凯文杜兰特 凯里欧文 詹姆斯哈登 雄鹿有杨尼斯 朱霍勒迪 克里斯米德尔顿 只可惜詹姆斯哈登在首阶登场43秒就大腿拉伤 确定不会回归 根据最新的消息 他已经离开球馆 接受核瓷共振检查 那么篮网就是双巨大战三巨头 上半场的篮网 双巨真的不差 尤其是凯里欧文他的个人进攻 表现华丽无比 后仰跳投 拉杆上篮 单臂劈扣 被犯规 杆拔三分样样都来 二十三分中 十六中九 三分五中二 拿下二十分三篮板二助攻 命中率百分之五十六点三 霍勒迪作为超强的防守球员 也未能限制他 杜兰特上半场二十一分中 十二中五 三分二中零 拿下十二分四篮板二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因为篮网 主打小阵容 杜兰特要防守自姆哥与大洛影响他的体能与效率 雄鹿这边杨尼斯 阿德托 昆博的效率很高 十七分中 十四中九 三分三中一拿下十九分四篮板三助攻二盖帽 三秒区是六中五 他在篮下太近爆了 米德尔顿半场十二中四 三分二中零拿下八分七篮板四助攻 霍勒迪二十分中 十一中五 三分五中二 拿下十二分六篮板四助攻 上半场雄鹿三剧投是三十九分 篮网双剧是三十二分 第三节篮网的欧文 掩齐西谷只拿五分 但杜兰特又炸了 单节八中五 三分一中一拿下十三分六篮板一助攻一盖帽 赢着自姆哥完成了干拔三分球 欧文与杜兰特三节都拿下了二十五分 而雄鹿这边自姆哥三节二十五加八加三 米德尔顿十二加十一加四 霍勒迪十七加七加六 篮网双剧太强 莫杰篮网很快拉开到十九分以上 还剩三分钟 不登霍尔则放弃了 自姆哥拿下三十四分 十一篮板四助攻二盖帽 霍勒迪十七分 九篮板六助攻 米德尔顿二十三中 六拿下十三分 十三篮板四助攻 三巨头合力拿下六十四分三十三篮板 篮网双剧杜兰特拿下二十九分 十篮板三助攻 欧文二十五分 五篮板八助攻 双剧合力拿下五十四分十五篮板 这场比赛哈登伤退了 按理说篮网只有双剧 但没想到防守自姆哥的格里芬成为了一个骑兵 他全场比赛三十六分钟 十三中七 三分九中四拿下十八分 十四篮板三助攻二抢断帮助双剧 击退了雄鹿三剧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